上午九时 闭幕会开始 闭幕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栗战书主持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月月 吉炳轩 爱丽庚一鸣八海 万厄乡 陈竹 王东明 白马赤林 丁仲理 郝明金 蔡达峰 武维华 杨振武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王滬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 和大会主席团成员 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1人 出席2,758人 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 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 通过了 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政府组织法 根据决定 做相应出席 重新公布 关于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 根据关于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14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23年1月选出 会议表决通过了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关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表决通过了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批准2022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会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定 关于14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选举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两个办法 会议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征程上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 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意气风发步调一致向前进的坚定决心 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增强四个仪式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为人民拥权 为人民履知 为人民服务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政策上 建功礼业 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栗战书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闭幕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